现在有好些师兄他每天追求小房子的数量嘛 但是他小房子数量念的特别多 然后念到后来就觉得回身没劲 然后就感觉自己耗掉了很多的气和能量 那师父能不能再告诉我们几个念小房子的气 技巧让我们念小房子不是那么累 每天都多念一点 念小房子实际上真正的念是用心念 所以人家说念经就是念心 他心念不出来他就嘴巴响了 所以心里空不止不住自己的杂念 那嘴巴只能声音响一点 所以念到后来最好不费力的还是用心里边念 明白了吗 声音小一点少用点气是吧 对了 你就叫好了 你叫有什么用啊 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 フィードiny 五十 五十 多十 五十